第四个争夺运 第四个争夺运的最关键一战,因为中国篮篮所在的地组只有三支球队,另外一支是实力较弱的哈萨克斯坦,而菲律宾篮篮在几天前已经打胜了对手,所以这场比赛将会至关重要。 那么面对着这支全新面貌的菲律宾篮篮,我们的取胜支持是什么呢? 第一点,如何有效地限制NBA规划球员克拉克森我们都知道,菲律宾篮篮运主力球员都因为事与萨德斗欧事件,没有参加本次亚运会,而是临时组成了这支菲律宾篮篮,整体实力大打折扣。 本应该是对中国男篮够不成威胁,但是克拉克森的加入让被绿冰男篮奔加了一些色彩,而小组在没有克拉克森的情况,像还大胜了哈萨克斯坦37分,所以不容小事,面对这样的对手。 中国男篮首先要做的就是最大力度的限制克拉克森,掐断他与队友的链接,不让其串联起球队,而我们的防守兼兵刘志轩就是最关键一环。 虽然刘志轩的个人防守在国内比较出色,但是面对克拉克森的时候不可能完全限制对手,还需要其他球员的血绑,包夹,这一战刘志轩的任务将会去打, 也是中国男篮能否战上菲律宾的关键点。 第二点,周琪与王哲林的内线双塔能否打,出本身的优势这支中国男篮红队之所以被外界看好,不单单是整体实力大有优势, 其实内线才是本次亚运会别的球队无法媲美的绝对力量,王哲林和周琪的内线组合在亚运会上统治力是最强的,但是能不能每一个回合都从内线打起, 将会是中国队的一个考验。 第三点,赵瑞能否带起节奏,弥补赵季伟的空缺这支亚运会? 中国男篮最遗憾的就是赵季伟因伤缺席,这会对中国男篮造成一定的影响。 而王哲林和周琪两个内线球员非常需要队友的串联,赵季伟在的时候,经常让王哲林轻松吃饼,能够让王哲林最大化的发挥出自己的优势。 而赵季伟同样拥有很好的大局观,能不能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也是重中之重。 另外,丁建宇航的状态也是一个因素,如果在陷入将局的时候,丁建宇航能不能通过个人进攻,帮助到中国男篮也是一个关键。 但是,整体来说,面对菲律币男篮我们是非常有机会拿下比赛。